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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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福音 一组高福音的来念 好 我们开始 除了学习最基本的高福音之外呢 我们上节课还学习了下面这个单词的用法 怎么样念呢 很简单对吧 高福音 加上特殊原音 头顶上呢 有一个第三声调的调号 单词就带上第三声调 念作嗨 嗨 我们做了那么久的拼读练习 这样的小case的拼读 我相信是难不倒大家的 如果这个单词都没有办法念出来 我们就进行不下去了 好 那么嗨这个单词在太语里面 还是用的相当广泛的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首先嗨这个单词可以做动词 有给给予的意思 书面语中可以用嗨什么什么 给这样的句型出现 比如说 打嗨嘎给口 老爷或者是外公给他茶壶 但是口语里面呢 往往可以把给去掉 就是打嗨嘎口 老爷或者外公给他茶壶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句更加口语的表达 就是打嗨嘎嗨口 老爷或者外公拿茶壶给他 直接套用中文的语句 好 第二种用法 也是做动词 表示让允许或者准许 比如说嗨口白让他去 这个结构和中文也就是一模一样的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 接下来嗨还可以做副词 意思是什么什么的或者使其 怎么怎么样 放在动词后面 然后嗨的后面再接上副词啊 或者是形容词之类的词 用来表示前面的这个动作想要达到的一种程度 目的或者是结果 我们也来举个例子 dou hai de 看好了 给我好好看 的意思 好 接下来 嗨做助动词的情况 它和后面的主位结构组成状语 修饰前面的动词 有时候可以翻译成给 可以直接套用到句子上面来解释 比如说 dou hai kau du 老爷或者外公 打给他看 这个呢 和中文的语序就是一模一样的了 嗯 但是 虽然说是语法 虽然说是句型 可是呢 老师还是那句话 太语的语法和中文是非常相似的 所谓的语法呢 其实就是一种说话的习惯 老师最建议的是 先把基础 先把字母给记牢 课后多做拼读练习 把发音规则呢 念到深入你神身的脑海里 然后多记单词 自己造句 多念念不同的句子 这样呢 就算不去死记 硬背一些课版的语法 你也可以说的一口地道的泰语 记住了 所有的语法都只是一种习惯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检测一下吧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四个高浮音 下面的这个高浮音念作 头 头 头 就是舌端齿塞音 头 什么意思呢 舌尖紧贴上齿 然后气流从舌尖和上齿银尖冲出 发音呢 有点类似于汉语拼音的t和o相拼的音 但是因为它是高浮音 而且是泰语 所以记住了 念的是第五声调的发音 发大口型的 头 头 头 OK 头 怎么书写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屏幕上的笔画图 跟着来书写一下 有圈先写圈 从左到右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他和我们第一节课中学到的中浮音 高 非常相似呢 嗯 对了 这个高浮音 头 比中浮音的 高 在左下角多了一个朝内开的小圈圈 注意了 高浮音 头 多了一个小圈圈 不要记错了 很多初学泰语或者是没有接触过泰国的同学都感觉啊 哎怎么这个泰语每一个字母都长得一样呢 感觉都是圈圈勾勾束束像数字7917911的联写 其实呢 那还是因为你练习不够的原因 稍稍变动一下 就像本堂课学习的头和之前学过的高 多了一个圈圈 就从中浮音变成了高浮音 有了充足的抄写和练习之后 你一眼就能看出两者的不同了 他们可是大大的不同哦 所以还是强调课后巩固和练习的重要性的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头对应有什么简单的单词 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下 之前我们学习的一直都是高浮音加长音的 对吧 但是加短音的情况呢 其实我们也是有接触过的 在学习短圆音 呃 呃 的时候 就已经学过了一个单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嗯 就是下面的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是由高浮音 头 加上短圆音 呃 没有标调号组合而成了 但是高浮音如果要和短圆音相听呢 没有标调号 发音规则和中浮音是一样的 也念第二声调 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念作 特 特 特 意思是 吧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带有其实语气的语气词 直接放在动词的后面 用起来呢和中文的语序是一样的 前面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过 这个高浮音 现在学过了之后就不能放过这个单词了 看吧 又学会了一个语气词 之后太语的表达又可以多一种情感了 再也不会是干巴巴硬生生的句子了 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奥拜特 奥 拜 特 奥拜特 同学们可以先试着翻译一下 好 奥是拿的意思 拜是去 走 特 已经说过了 是 吧的意思 合在一起 拿去吧 奥拜特 很有感觉是不是 好 利用上自己学过的其他单词 我相信你们还可以造出更多更有意思的句子来的 OK 赶紧来学习下一个高浮音 他念作 套 套 套 有些同学可能在想了 诶 老师 刚才的那个高浮音也念头 这个高浮音也念头 是不是念错了呢 这个的发音和刚才的头发音是一模一样的 音同行不同而已 它也是舌端齿音塞音 舌尖呢紧贴着上齿 然后气流从舌尖和上齿音间冲出 发音呢 类似汉语评里面 特和哦的拼读 但是念第五声调 而且是大口型 头 头 虽然说音相同 但是这个头的书写就复杂的多了 同样越是书写复杂的字母如果多练习几次 写得漂亮之后就会带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感觉 非常贵气的样子 好大家来跟着我们的笔画图书写一下 注意看看这个书写 这个辅音分为上下两部分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一笔写成了 我们先写上半部分 还是从圈圈开始写起 上半部分有没有像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中辅音 走呢 嗯这个圈圈的水平位置和走也是一样的 不过它比较傲娇啊 帽子上面还有一大片的羽毛 长长的飘在上面 OK这是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呢也是从圈圈开始写起 拉出一个小尾巴折一下再帅气的挑回头来 多练习几次 其实你会感觉到越是复杂的字母 你越是会写得漂亮 那么 这个单词呢书写很复杂 组成的单词呢也比较高级 一般都是一些人名呢 专业术语上可以见到 这里呢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个单词 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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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双音节词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我们是没有学过的 前半部分高辅音 塔加上长远音 阿 塔 塔 塔 后半部分出现了一个新复音 这是第一复音 以后我们会学到的 以后再细说 后半部分念作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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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短音第四调 合在一起念作 塔 那 塔 那 这是身份 地位 职位的意思 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求记住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检测一下吧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学习高辅音 这个辅音念作 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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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辅音呢 是双唇塞音 先闭上双唇 形成阻碍 气流再突然经过双唇冲出 發音呢 和汉语拼音里面 塔跟哦 相拼形成的音很像 不过我们在念辅音的时候呢 需要念的是第五声调 而且是大口型的 塔 塔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书写 大家拿起笔头 来跟着屏幕上的笔画图书写一下吧 圈圈朝内 下面的这一折呢 高度不要超过圈圈 要比圈圈低 这样写起来就非常漂亮了 老师看到有一些同学在书写 跑的时候 两边的竖线写的非常的奇怪 有向两边伸开 口开的很大的 也有羞羞瑟瑟 两条竖线向中间靠拢的 这些呢都不漂亮 跑 两边的竖线 要直挺挺的立在两边 平行 不要外巴也不要内巴 ok这样就非常漂亮了 好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带有高辅音 跑的简单单词 这个单词是由高辅音 跑加上成圆音 一组合成 高辅音我们一直在强调 它自身是带有第五声调的 所以这个单词也要带上第五声调的发音 念作 啼 啼 啼 它的意思呢是鬼 没错你没听错 就是鬼鬼怪的意思 关于泰国呢 估计因为佛教和地理位置的关系 多多少少都会和神神鬼鬼的事情相联系 具体怎么样呢 我们一会再详谈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本堂课的最后一个高辅音 这个辅音念作 佛 佛 佛 这个音呢是唇齿擦音 什么意思呢 上排的牙齿要接触下唇 形成轻微的阻塞 然后气流从唇齿间冲出 发音和汉语拼音的for跟o相拼的音很相似 但是要念第五声调 而且是大口型 念作 佛 佛 佛 书写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了 和佛相似 但是右边的竖线更长一些 超佛 不出左边的小圈圈 泰国人在写熟些体的时候 为了区分for和po 一般呢都会把右边的这根竖线提的非常高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一些挨砖牛角尖的孩子们 虽说泰国人会把它写的很高 但是同学们是可耳指哦 小作业的时候不要给我交上一个恨天高的for 上来呀 稍微高一些就可以了 ok再来看一下带有for的简单单词 这个单词由高福音for加上成员音 a组合成 因为高福音自身带有第五声调 所以这个单词也要带上第五声调的发音 念作什么呢 对了 for a 法 法 这是盖子的意思 任何的盖子 比如说 茶壶盖 法 嘎 对吧 嘎是除了乌鸦之外 还有茶壶水壶的意思 太语的修饰词后制 茶壶盖在太语里面表达就是盖茶壶 所以是法 嘎 等等的像瓶盖啊 锅盖啊 什么的都可以用法来表示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检测一下吧 四个高福音都学完了 拼读规则呢 还是一样 我们上节课说过的 除了高福音本身是自带有第五声调的发音之外 其他的拼读呢和中福音是类似的 所以为了巩固发音和字母记忆 我们照例来做一组拼读练习 好下面的这个表格 左边的这一列是我们学过的一些原音 最上面的这一行呢 是我们今天学过的四个高福音 但是念头的这个发音呢有两个 所以我们把它们两个放在了同一个框内 大家知道音同行不同就可以了 好我们一组福音一组福音的来拼读 请同事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念 多阿 塔 多阿 塔 多伊 地 多伊 地 多 五 土 多 五 土 多 亦 底 多 五 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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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组高福音 多的拼读 多阿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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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伊 地 多阿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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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一组,佛的拼读 佛阿法 佛阿法 佛一肥 佛一肥 佛物福 佛物福 佛一肥 佛一肥 佛阿法 佛阿法 当然了,还有很多原因我是没有加进来的 请同学们自觉的在课后进行拼读练习 好,下面同学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句话 比较长 一句话里面带有我们学过的所有五个声调 带有中辅音,高辅音,长缘音,短缘音和特殊缘音 听起来有点挑战是不是 但是这都是我们学过的字母 都是我们学过的单词和句型的表达 好,同学们自己先试着念一下并且看看他的意思 OK,接下来我们再一个个单词来看一下 爸爸,哎,听发音应该就记得了,是吧 是爸爸,把鼻的意思 好,第二声调短音和第四声调的长音的转化 爸爸 接下来,凹是拿的意思 刚才学到了茶壶盖 是吧 好,接下来 这个用法呢,以前我们学过了 有给的意思 用法,句型和中文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 好,整句话 爸爸,拿茶壶盖给他吧 爸爸,奥法,嘎嗨考特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这句话虽说可能有一些无厘头 没有一个前后文的 但是他可以很好的训练自己音调的转化 课后同学们可以尝试着 用自己学过的单词来造长句 连在一起读 既可以强化字母的记忆 单词的拼读 还能增强对单词的理解和运用 增加自己的语感 语言的感觉就是要念出来的 好吧 嗯,不好也得说好 因为这是不变的真理 OK,这个练习呢 就需要同学们课后自己自觉了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文化课堂 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单词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最后就来聊一聊泰国的这个特别神秘的神鬼文化吧 作为一军突起的泰国电影啊 不得不说 恐怖系列电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虽然说泰国恐怖片里面的情节能把人吓得半死 但是其实呢 在现实生活中 泰国人并不忌惮鬼 老师曾经问过很多泰国的朋友 你见过鬼吗 很多人都会说见过 并且表示很多地方的人鬼都是共存的 只要不要去抱着邪恶的念头 鬼是不会主动来害人的 不过呢 在泰国的鬼神传说中 最深入人心的应该就是将头和鬼仔了 鬼仔也称为是养小鬼 这个小鬼在泰语中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古曼童 古曼童 在泰国的传说中呢 鬼仔最早出现跟最早的爱情故事 昆汤昆盆有关 在这个故事中 昆平将军 也就是昆盆 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将殷尸呢 也就是阴俄的尸体 制成古曼童 用法力来帮助他 据说呢 古曼童有招财和逢凶化吉的能力 现在很多到泰国游玩的游客 都会购买古曼童护身符 而且这些制作精巧的护身符 往往还价格不菲 也算是鬼神文化 创造了经济价值 将头也算得上是一种比较神奇的巫术 下降的目的 通常只有三种 就是年财 报仇血恨 和饱足爱情 这也是使得将头 在众口相传中 显得邪气骄纵 在传说中啊 将头可以通过对别人下药 然后达到控制对方肉体和精神的目的 著名的泰国电影 斜将系列中 就描述了神秘而恐怖的降头术 据报道 斜将在曼谷电影节上映的时候 造成了现场尖叫不断 甚至有的观众看到了一半 就害怕的退场了 不过 降头这种比较邪气的东西 如今在泰国已经不多见了 更多的只是某些地方的旅游噱头罢了 微笑的国民和恐怖的神鬼文化 这两个似乎不相容的烙印 在泰国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不过 也许这是源自于内心对神灵的敬畏 才造就了泰国人现在平和的性格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检测一下吧 好 今天我们的课呢就上到这里 今天我们学习了几个高福音呢 对了 四个高福音 而且有两个的发音是一样的 我们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泰语了 大家除了要努力的记好每一个字母之外 还要做好单词的拼读练习 包括尽量使用单词造句 尽量造长一点的句子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语感 好 那么就期待同学们的进步了 现在我们就在这好听的泰国歌曲当中 结束今天的学习吧 Savadiq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